很感謝我們清潔隊員的同仁弟兄姊妹 在這個年度以來 對我們基隆環境的一個大力的幫忙 跟環境的一個打掃 跟環境的維持 我先深深的一舉功 謝謝我們各位清潔隊員弟兄姊妹 謝謝你們 清潔隊員表演大會上 市長謝國良上台致詞 先深深一舉功 對著在場500多位清潔隊員 表達深深的感謝 我認為只要我們的市民朋友 有一個好的家園 乾淨環境的一個規範跟認知 在座的清潔隊員同仁弟兄姊妹 就可以有更多的時間 不要去打掃一些不必要的環境髒亂 而可以專注在把我們的家園環境 弄得更好 談到商人後 全力推動乾淨家園 所有需要市民配合 過程中全仰賴清潔隊員付出 建雄市自從提高檢舉獎金之後 其他縣市也跟進 更獲得直下市認同 推動了我們的處罰金要提高75%的獎金 要歸到檢舉人手上 包括台北在八月份 還有台中在九月份 都陸續把他們的罰金也提高了 台中的議會甚至還有提到說 你看基隆都提升了 那我們要不要也考慮 所以表示我們對於乾淨環境這樣的政策 是創先驅而且是獲得直轄市的認同 這一點我們也給自己一個熱烈的鼓勵好不好 這場表演大會除了頒獎給優良隊員 執政獎牌和禮卷 也邀請熱心的企業機構一起參與 感謝他們長期捐贈本市支援回收個體業者 市府期盼和民間一起努力 讓金融城市變得更乾淨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巴 巴 好 謝謝 然後 好了 謝謝 謝謝